娱乐中心林云轩报道 颜亚伦晒出于鬼鬼婚纱 引暴动 他细数两人好感情 自曝鬼鬼有爱上我 翻设自颜亚伦脸书 颜亚伦的个人情感生活 一都被外界关注 昨十五日他无预警晒出婚纱美照 自我们结婚了 这是我们的孩子 一旁女子竟是他 好友鬼鬼 只见两人甜蜜头靠头 弥漫着甜蜜分 惊呆所有人 其实鬼鬼在与颜亚伦一起接受杂 专访就透露许多关于 这段感情的点滴 颜亚伦鬼鬼的好交情众所皆知 近日更一起在节目中 相搭档 几乎每周都有很长时间腻在一起 根据L字报道 外界总认为两人十五年来的好感情不寻常 亚伦也调侃鬼鬼 他就是有爱上我 对此 鬼鬼则 方表示以他的长相 的确是我会很努力追求的 你也有爱上我啊 我们是爱上彼此 随着时间的近 严亚伦也认为 一定有唇友谊 但必须靠着时 累积 在理解爱情与爱不一样才能自己区别 颜亚伦与鬼鬼无应杰 私下感情非常好 图翻射自言 轮脸书过去两人曾经互许终身 若彼此三十岁没接 颜亚伦就要娶他 而如今两人都超过三十岁 也 此事重新考虑 颜亚伦笑说他都动软了 鬼鬼则 为当时是年轻不懂事为了讲而讲 要大家忘记 见识吧 但他也说 如果我真的找不到人 我再借 得惊 而且小孩都姓吴 不需要分饰你的 还是我 鬼鬼和颜亚伦在节目中 经常因为意见而争吵 到经历无数次被调侃或取争执的感受 两人一 同声 颜亚伦接着说 谁要吵假的啊 好累哦 但两 也认为 如果我们是夫妻 应该是天崩地裂那种 天吵阿嬷 却又很相爱 好可怕 鬼鬼对外戒眼 的鬼轮C皮立下注解 一旁的颜亚伦一笑置之 感性 是 老实说 我没跟其他女生朋友这样大吵过 除和自己另一半之外 颜亚伦和鬼鬼一起接受杂 专访 To our wedding提供